一分钟能让你学会命门外称 大家好,我是太极飞飞 命门外称是一种结果 需要很多技术的配合 如果你只是模仿高手的命门的外称 不知道他其他的配合的条件 很容易把自己练伤 弄懂真正的命门外称 看讲解 我在前面的视频也教给大家了 如何命门外称的一个方法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解下 我们为什么要命门后称 又如何能达到命门后称的一个意义所在 我们命门外称是为了打开生命之门 但是在这里需要有一个前提 也就是说你命门两边的肌肉群也要往外放松 这样呢才能达到我们命门后称的一个意义 那么我们成年人呢站直了 命门这呢是一个凹陷处 那么同样呢小孩 刚会走路的小孩 那么他站直了 他的后半他是一个平的 也就是说在他的命门两侧 他的肌肉群是放松的 而且整个后背都是平的 而我们成年人呢后背夹击处往里凹陷 命门往里凹陷 两边呢都是肌肉群 那么我们如果刻意的追求命门的往后称 其实呢看似你是撑起来了 却失去了这个意义 命门的后称呢 他是需要呢肌肉呢也都放松下来 只有你命门这块两侧的肌肉群放松下来 那么这样呢你这个腰才是放松了 才能用上腰了 气血呢才能畅通 否则的话虽然你命门撑了 但是你用不上 比如呢我们在推手当中 发力当中很多人用了是肢体 那么为什么腰劲用不上呢 因为你的整个的腰没有放松下来 不是说广成命门你就能用上了 这就需要呢达到我们练习太义拳的一个 庄稼的结构才可以 那么从哪儿入手学习呢 庄工呢也很多就看你是哪一个阶段 如果你是零基础 那么你就从养生庄占系 养生庄让你命门后称 没有问题可以撑起来 但是他好在呢 他是零基础的 养生庄呢这是庄工 关键的就让你学会放松 这是第一个入门级的一个庄工 那么你通过练习养生庄 有了一个基础 那么你又提高了一个阶段 这时候呢你可以呢继续 哎我练荒原庄可以吗 可以 这就是说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往上提升的 那么你说我还想练一个动态庄 那么你有了前面两个庄工的基础 你可以继续做上下矛盾庄 为什么让你从庄工基础啊 因为我们练习庄工 要求了什么 腰松腰落胯 然后呢我们落胯以后 两边是往外打开的 整个的肌肉群都让你放松下来 圆当包括两膝微弯 含胸八卖是整个的一个身法 松肩沉重 整个的一个身法配合起来 你再做到命门的后称 这就达到了我们命门后称的一个意义 否则的话 光刻意的练命门后称 没有用的 就跟有的人说 我要练单天之计 我单独去练单天之计吧 有用吗 没有用 那么我们要练习命门后称呢 就是一定不要走入无期 去单独练习命门后称 这样呢就失去你练习命门后称的一个意义 好了 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你评许留言 关注我 带你学习太景权装功功法一类的学习内容